中东和平问题国际四方呼吁以色列冻结所有定居点活动,并敦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重返和平谈判。 在四方星期五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之后,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宣读了一份声明,声明再次谴责以色列计划在东耶路撒冷修建1600所新住宅,声明说对这一地段的吞没并没有得到国际承认。 由美国、联合国、俄罗斯和欧盟组成的四方还呼吁恢复以巴和谈,并把在24个月之内达成的最后解决方案作为和谈目标。